300米购买梦幻角色要怎么拿捏呢 梦幻中购买角色是玩家绕不过去的坎儿 今天大大王就以300米为例 本着不看服务器只看性价比来进行查查 看在藏宝阁能选到什么样的角色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为了能提升混队的成功率 锦衣一定要有的 或散然也行 谁让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呢 提升效率的飞行坐骑也是必备 否则下一秒你会被请离队伍 至于输出吗 肯定首选顾伤门派 反正大家秒起来都是1000加 有几个大佬能秒到2000加呢 如果再搭上一个妹子的形象 我相信你会成为队伍里最亮的仔 角色来自明阳三级某服务器 一个100级的无底洞滚潇潇 法术修炼12 双抗分别也是5和6 携带了两只压镖级的宝宝 拥有飞行坐骑 缝考逼过 和蓝色锦衣圣诞帽子 元希哥 售价为330米 唯一不足的是等级是100 要混进109的队伍 还需要砸几天第五才行 如果想成为挂机赚钱的打造师 首选门派必是大唐官府 活力可以制造神兵图剑 体力可以打造武器 其中熟练度虽不会提升装备极品属性 但需要达到一定值 才能打造40级以上的武器 正所谓技能常有 而熟练度不常有 同样来自明阳三界的角色 拥有150级的打造技巧 同时配备3000打造熟练度 虽然不是很高 但一颗打造150级武器 连33点剧情点都保留着 真是赚钱的不二选择 同时还携带两只打宝图的宝宝 售价仅为322米 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追求账号的极致性价比 也能接受鬼区 可在一到三年区买号 如重庆区小三峡 明阳三界国泰民安 浙江一区桃花物物等等 而且梦幻一般一年合取两次 通常6月份左右 如果合到三年外就稳赚了 您有什么意见评论区见哦